当你第一名命功是X的时候 代表了海映就叫做 我自己是一个有远见有眼光 而且会让自己立于不败的主星 为什么X最强 就是我永远的那个脑袋就是 稳定之余在慢慢进步 稳定之余在慢慢累积 所以它不会造景 所以X其实偏传统 而且偏保守 它会去找一个最稳定的部分 下去投资 所以X在命功永远帮自己 把所有先把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全部都砍光 所以子弟的脑袋 包含直接实际转的部分 都会比一般星象来的强 今天这题免费算给你 不用急 紫薇斗数有可能吗 我们命中这一辈子 可以有一夕之父的命 好 OK 今天题目是一夕之父 所以这个题目 大家应该蛮重视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前三名 基本上应该是不用想了 还是要努力工作 就是只能靠努力工作 应该说不管你有没有重 你有没有在前三名 努力工作这件事情还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财博宫的位置 好 来看我们要第三名 来 第三名 回到我们刚刚的 刚刚我们上一题 是不是有一个叫 鹿存那颗星象 那这时候我们就说 鹿存加天马这颗星的时候 你容易有一夕之父的财富 但是这个重点 我们刚刚说鹿存是不是 叫做白手起家 叫做自己要努力 可是如果你多了这匹马 你的能量跟你的得到的东西 相对来说 就会比别人强两倍 代表它是一个 鹿存是一个宝库 天马是一匹马 你就代表说 有一匹非常厉害的马 它的背上扛着一个非常重的库 所以这匹马会赚钱 就很像我们玩那种 马利欧的概念 我们不知道吃金币吗 他不是挑一个对不对 然后跳完 他就自己跑到后面的库里面 所以鹿存加天马 是属于这样的格局 你一生都有大财的运势 可是这个组合 非常重的一个点是 主产这件事 分数非常高 也就是你非常可能 在财博宫出现纯马就是 我很有可能得到就是 突然爸妈走了 他以为要一大笔的财产给我 正财 这个是属于偏正财的大财运 也就是我会额外得到一个东西 像土地 我本来手上持有个土地 感觉没有什么 就突然 一个峰回路转 建商跟我买完之后 我突然就得很多钱 是属于这一类型 所以鹿存天马的这个组合 是叫做偏向正财的大财运势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第三名是鹿存天马 刚刚的那个打麻将那个题目 其实就是可以打 但是你不会赢到很多 但是你可以稳稳地把别人吃干妈几 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终究你还是前三名 是在第三名的位置 但这个组合要能够中乐透 几率就低 但是他能够得到额外的意外之财 跟实际的房产得到的这个散养费 或这些都可以 很容易得到 是在这个位置里面 OK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名 来第二名 一样是刚刚那匹马 刚刚那匹马 又是天马 然后旁边又多了一个火星 刚刚我们比如说 火星其实是不好的 就是刚刚盛美姐的命工有火星 火星叫烧钞票 但是刚刚有说那匹马非常强 但是他后面有个火在追他 所以这匹马会变得特别的 对 跑得更快 能力更加 天马加Turbo 对 没错 它就是Turbo的概念 就是火星加天马叫做 这叫做意外的爆发财 在财运上面就是 你会额外会突然大爆发 可是它有个重点是 它没有了那个宝库 代表它刚刚吃到的金币会去哪里 它是不是会被火给烧掉 所以这个组合是存不住钱的 也就是说我有可以赚到这么大钱 大家可能就跟刚刚我们那个 垃圾那个 剪垃圾的那个一样故事 它有可能会遇到状况就是 我得到这么多 可是我一拿到之后我会觉得 开心了 我可以开始花我的钱了 这就是火星加天马 我可以瞬间得到一笔大的 所以这个非常组偏财运 非常组买乐透 非常组赌博 非常组额外你可以得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在这个组合上面 所以这个组合 比较难是稳定的财 这个组合也没有说 我可以靠房产或是遗产 这个是比较难 但是它可以得到的是 额外的意外之财 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额外的金钱 所以它是我们的第二名 好 再来就是我们所有里面最厉害的 就是第一名 它综合了上面两格的优势 所以它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第一名就是 当然你是贪狼加上火星 这个组合 所以贪狼是我们里面最有偏财运的主星 贪狼是我们里面最有财富运势的主星 所以我们现在财富运势都不是属于那种 正当的东西来的 不能这样讲 不是说正当东西 是说它不是从一个就是 它属于比如说娱乐业 赌博 额外的彩票 或是赛马赌马这类型的东西 就是贪狼很擅长的 所以你旁边如果搭到火星 而这边帮观众朋友区分了一下 它有分地之影 地之舞跟地之虚 如果你在这三个位置的话 这个的爆发财是所有里面最大的 所以第一名 你只要看到财博工长这样 你不用怀疑 你每一期都要去买 一定 不能讲一定 你有非常高的机会 在某一天的时候 你会变成 苏律师口中那个故事的主角 不对 反正概念就是说 有机会变成那样的状态 所以你只要看到是贪狼加火星 出现在地之影地之舞地之虚 分数就会是所有里面最高的 阿弥陀佛士 什么样的指挥命格 命中带财 好 一定会有钱 OK好 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是探讨在命工的部分 就观众朋友帮我看你命工的部分 为什么讲命工而不是财博工 就刚刚讲到的 命工是你的行为模式 财博工只是运势 运势会变 运势随着时间会流淌 就像你们要做投资一定有风险 所以我们就讲过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这种这种概念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讲命工是 你自己本身最后到底会不会留下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讲的是最后的答案 所以你天生的状态 你是可以赚到钱 同时又留得住钱的命格 就在我们前面的前三名 所以等一下如果进入到前三名代表说 你不管怎么玩 你随便玩 你最后的答案就是 没事啦 反正我还有 你自己不太一定会还有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名 来第三名是我们的辅星 不是祖星喔 它是陆存跟天马这两颗星 来陆存跟天马同时出现 决定啊我的命工本身就有陆存天马 代表分数最高 我赚得到又存得住 代表说我天生有这个特质 好爽喔 对 非常好 但你拆开来 我只有陆存 存得住 但赚的没那么多 我只有天马存不住 所以要帮大家分析一下 两个在一起是赚最多 像阿格业的部分 它有陆存 讨厌 怎么都在你这边 所以第三名就是 我们的陆存天马在命工 你很容易得到大财富 甚至是比一般人还多的钱 所以是可以存得住的钱这样 ok 好 再来就第二名 来第二名是命工是天府 天府 天府就是我们的赌铃哥的这一块 来天府 不然都是阿格丽在好的 我们都没有 对 我们还是要让赌铃哥好一下 我们家也没有偷接地下水 来赌铃哥当然不一样 天府这颗星 我们最后讲过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形象 所以天府的状态是 他的一生赚的钱不断的累积 是属于一个永远是存进来 比出去多很多的状态 也就是说不轻易出 我就稳定下来 我就把他守在这 所以天府的人很保守 对于钱财 但是我们唯一的克星就是通膨 对不对 对 因为天府很善于存 你存久了就发现 那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但是不管如何 天府很会做的事情也叫做 转成房地产 转成其他部分 它会变成一个实际部分 所以在钱的部分 天府是最稳定 所以他本来第二名是因为你命工天府 你根本不可能缺钱 但反过来就是说 天府一辈子都在担心自己没有钱 所以是一个非常保守性格 所以他会排在我们第二名是因为 基本特质是 不会把钱直接撒出去 而且非常保守的组合 所以命工只要天府就没有问题 OK好 再来我们就看最后的第一名了 一样是我们的阿格力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自己组合 这有来吗 这有来吗 为什么赔那么多 什么都没有 因为在前代名不代表不好 我等一下告诉一下 你的命盘排列组合是什么样 有一种命是这样 自己没有 但是嫁好老公 我想要靠自己 就没有啊 你是在 来 我们先讲一下第一名的紫威 来 当你第一名命工是紫威的时候 代表的含印就叫做 我自己是一个有远见 有眼光 而且会让自己立于不败的主心 为什么紫威最强 就是我永远的那个脑袋就是 稳定之余在慢慢进步 稳定之余在慢慢累积 所以他不会照镜 所以紫威其实偏传统 而且偏保守 他会去找一个最稳定的部分 下去投资 所以紫威在命工 永远帮自己 把所有先把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全部都砍光 所以紫威的脑袋 包含直接实际赚的部分 都会比一般心向来的强 因为他很理智 他很会判断这个部分 所以他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名 所以阿格力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全盘思考 甚至是细节部分 等下来说他的命工有点偏值感 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会觉得我就是必须要做到 我自己的要求跟标准 我才要去做 来我们这边问一下阿美老师 哪些紫威命格的人 退休不用为钱烦恼 那阿格好 其实这个题 其实大家都在想说 退休之后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我的老年生活 所以在老年生活这块当中 我们就可以在命盘上面的宫位 相对应会看得到 所以观众朋友一样 帮我看一下福德宫的位置 福德宫的位置的含义就是说 我老了 我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情 以及我会有什么样的运势 去面对我的老年生活 态度跟心情 因为福德宫其实是心灵想法的位置 而你到老了 你没有一个正 比如说稳定的工作 或是一直在耗费精力的时候 你已经要回复到 我自己到底是谁 以及要找寻自己人生梦想的时刻 所以福德宫在这个题目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名 来第三名是我们的天良心 他后面有夸壶地支的位置 就是地支子 地支舞 以及地支卯 这三个相对应的位置 如果你命盘上面的天良心 放在这上位置 同时上面的宫位又写的叫做福德宫 就代表你会拥有 用不完的 主业 主产 财富 甚至是完全不用去担心 任何不动产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在老了 你的遇事会变成有房子 有钱 什么都有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简单 藉由你前面的累积 到了后天 你会很享受那样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婷婷 法拉利姐这边 你的福德宫上面 你有没有看到天良两个字啊 有有有 也就是说你是这个的组合 我刚才有说一定不用担心 也就是说越年纪越大 到最后退休之后 他会遇到一个天良心的人 天良心的伴 那就是土豪 对 天良心 刚才有说不用担心 是天良 是天良不是没有良心的 真的 天良 不要遇到没有良心的土啊 因为刚刚天良是不用 我刚刚是不是有说不用烦恼 比如说住的地方 土地方或钱 就是因为你会有这样的对象 甚至这样的人陪伴在你身边 也就是说越年纪越大 反而广结的善缘越多 而且自己的内心会觉得说稳定下来 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后看一下我们秀文姐这边 秀文姐你的天良是不是在地之子 你命中的位置 对 虽然不是福德工 但也叫做你自己本身的特性 就可以存下来这些东西 自己的做事态度 也就是说秀文姐 如果命盘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他现在不管是房产 不管是金钱收入 不管是存责部 基本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虽然有起起伏伏 但是你要他见底 不可能 有这样的格局 只要在这三个位置出现 就没有太大问题 秀文姐的退休金 五百万出一张照片 我们最少还可以出十张 我觉得可能超过 我可以出一百张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来 第二名是天象这颗星 来 天象这颗星如果出现在 一样是地之丑的位置 如果上面是福德工 就代表说天象是一个 在指挥走路叫做福禄受洗的形象 所谓的福禄受洗就是说 我老了有福气 旁边有很多朋友可以赔 路叫做老了会有钱 寿叫做会长命 而喜就是喜事连连 包括比如说寒宜弄孙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有人的福德工 上面是天象存在地之丑 你就会发现你越老越有福气 越老过得越舒服 越老过得越开心 会有这样的基本分数存在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第一名 来 第一名就是我们熟知的 最好命的一颗星象 就是我们的天童星 而天童如果出现在地之四 跟地之亥这两个位置 会是命最好的天童 也就是说越老越像小孩 而且过得越开心 越容易知足 而且不管在面对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旁边都有人帮忙 而且越老你会发现 别人给东西越多 我就觉得奇怪 我就躺在家里 大家都要给我房子住 大家都要给我钱 大家都要给我很多东西吃 很多东西穿 概念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第一名 你是天童地之 在地之四跟地之亥是福德工的话 分数是最高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名